如果有一天你身边的动物全都具备超高的智慧 并且联合起来以人类为捕杀目标 一直以地球主人自居的人类又到底能抵抗多久 到那个时候人类还是地球的主人吗 我想恐怖指数不会低于外星入侵 由于原篇剧情缓慢错综处杂 建议直接跟我一起看解说系列 故事还要从这个非洲大草原上说起 乔治和大黑是非洲游猎部落的向导 这天两人前往游猎营地运送物资 可当两人到达营地之后 发现本该热闹的营地一片死寂 两人在遗落的相机里发现了失踪者拍摄的录像 到底是什么东西袭击了营地呢 然后他们在营地周围发现了狮子的粪便和脚印 乔治从脚印判断出只有一只雄狮 但一只狮子也不至于吓跑所有人 何况营地不少人还持有猎枪 无奈两人开车进入草原深处寻找 很快便发现了营地的吉普车 车子开进了草丛车门大开 但依然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踪迹 两人持枪小心翼翼地朝吉普车靠近 没走多远他们就发现了草丛中掉落的鞋子 大黑示意乔治站在远处为自己警戒 自己则孤身一人前去查看 大黑走进吉普车听到有人虚弱地求助 他喊着对方的名字跑进了车内 留在原地的乔治紧张地四处打量着周围的草丛 女人恐慌地说着法语告诉他赶紧离开这里 可乔治却听不懂他说的话 就在乔治分身的功夫 一只熊狮已经尾随大黑进入了汽车 只听见几声枪响和一声惨叫 满嘴是血的狮子已经出现在车尾 车内的大黑显然已经凶多吉少了 愤怒的乔治举枪对着狮子射击 枪声把更多的熊狮引过来 两人只能掉头跑向停在路边的汽车 虽然成功赶上了汽车 但汽车在这时却打不着火 狮群将汽车团团包围不断发起猛攻 好在汽车玻璃够坚韧 狮子撞破了头也没把玻璃撞碎 越来越多的狮子朝他们赶来 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 汽车终于成功发动 两人开着车成功脱离了狮群 惊魂未定的女人告诉乔治她叫尼尔 因为结婚的前几天 她发现了未婚夫和自己妹妹扯上了关系 所以解除婚约后 独自一人跑到非洲草原上来散心 尼尔讲述了狮群袭击营地的过程 整个营地15人只有她幸免于难 而乔治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诡异 非洲熊狮非常具有领地意识 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熊狮聚集在一起 而且还团队协作袭击了人类 两人还没走多远就发生了意外 狮子破坏了汽车的水箱无法前行 再加上这荒郊野外没有信号无法呼叫救援 他们必须步行前往六公里外的营地 尼尔说什么也不肯走在充满危机的草原上 乔治告诉他那些狮子已经吃饱了 不会长途跋涉再来寻找食物 没想到达脸来得如此迅速 两人刚走没多久 便在一处悬崖边上遭遇了狮群 狮群把两人围困在悬崖边上 为首的熊狮眼神中竟然透出挑衅的意味 就这样两人连滚带爬掉落下去 好在悬崖不是特别懂 并没有性命之忧 乔治和尼尔经过长途跋涉 也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营地 乔治回忆起了掉落悬崖之前 狮子眼中出现挑衅的瞳孔 乔治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他曾反复在视频中说过挑衅的瞳孔 乔治原本以为父亲所说的是他的某个学生 如今他才明白父亲早已发现了这一切 与此同时 洛杉矶街区刚从酒吧出来的两名男子 正在阴暗的想象叙叙 第二天便报道了有关狮子的消息 而且还咬死了动物园的驯兽师 报社记者杰米正在追踪这起狮子咬人事件 他认为狮子之所以会出现异常 是因为动物园更换了雷登公司的食物 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放出消息 他们公司实力雄厚 产品更是遍布全球 而雷登公司恰恰又是报社的股东 所以杰米这个小记者不出意外地被开除了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追求真相 杰米来到了动物园 兽医病理学家米奇也在寻找狮子咬人的真相 他带着杰米去了自己的解剖室 而这两头暴动的狮子已经被警方打死 他们从小在动物园的笼子长大 14年内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意外 体质含量也很正常 并且没发现受虐的痕迹 杰米猜想是雷登公司的食物导致 经验丰富的米奇却告诉他 食物只能引起病理病变 轻的会导致便秘 严重的则会导致癌症 但并不会改变狮子的细心 杰米离开时说从动物园园长那得到消息 洛杉矶有大量宠物猫神秘失踪 长期研究动物的米奇对这件事十分感兴趣 两人拿着手垫在偏僻的公园里一通寻找 最后发现了这惊人的一幕 导致他们变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了